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形上有什么大的不一样 首先就是它前面这个前唇和它前面的进气口变得非常非常的嚣张 而且它整个好像尺寸也变大了 非常有进攻性 也显得得非常凌厉 然后侧方是它确大的轮圈里边是标配的碳桃刹车 里边是确大的石活塞的系统 我觉得可能也是必要的这么一个措施了 毕竟650马力想停住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另外就是在车后面有最大的一个不一样 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992新一代的那个望后尾灯 但是在这它已经没有了 它变成了传统的这么一个横条式的高位刹车灯 然后你注意它的中冷气在传统的992上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新一代的turbo没错还在这里 但是它的尾翼从这里撞峰的那个位置已经没有了 那么它变成了一个中冷气的一个新设计的通道 它的空气是从那进入 然后再注意这里车盘下面有一个单开的开口 这个是专门的中冷气的冷却空气出口 那么它只要车是跑着的就能保证发动机能够有足够的冷却空间 让它的功率永远不衰减 那么它两边还是常规的两个中冷气通道 那么一共是两边驾驶中间四个通道 供给两个双摩轮双中冷气 这个是它的一个新一代turbo最大的在空力上的不一样 然后就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算是传统的保时捷的车尾了 我觉得保时捷功能是真的非常的执拗 它们是无论怎么设计都保证911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尾部的外形 但是里面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凑精密的结构 那这个就是新一代的911turbo旗舰992了 喜欢记得分享哦